虎精是除了人类之外分布最广的哺乳动物 从冰冷的极地到温暖的赤岛 几乎所有的海洋都有这种动物的踪迹 虽然同为智慧生物 但是在约九千万年前我们就已经人精香里 当然鄙视人类的祖先还完全没有个人样 还只是一种类似于数据一样平凡的小东西 不同的环境造就了二者完全不同的进化之路 一者渐渐靠近水源 慢慢演变成为今天的海洋霸主 一者则狗在丛林 慢慢成长成了地球上的万物之灵 当然在这之间也分化出了许多不同物种 又过了约四千万年 鲸豚祖先与石草的偶提动物再度分别 以至被迫在陆地上继续干草 而另一只则怀揣梦想开始下海经商 从今天的结果来看 想要不看别人脸色的生活 唯有去大口地吃肉 并且他们在吃肉的过程 还发展出了处理复杂信息的头 但是进化永远不会有终点 每一次的阶段性胜利都会迎来后续的疯狂内卷 鲸豚家族在蔚蓝的大海中创造出了超过98个种 并且他们并没有止步 自由放荡的旷物海童还在不断地推陈出新 而内卷的后果就是要带上那断念斩钳的紧固 他们必须把屠刀身相关系不远的表亲 以北半球过客行为首的虎精 他们不知何时早已经习惯了掠杀巨精 分别之后只能各自为战 这是本能赋予他们的使命 他们会持续骚扰鲸鱼母子长达几个小时 直到幼崽再无力气趴到母亲的背部 而虎精在此时就会游到灰精背部死亡翻滚 然后把审慎的好大点推到海里并将其窒息 生命的长河就是一场无尽的修罗 说到底大家狩猎的目的也仅仅只是为了存活 而另外一边骑脚类的祖先也于三千万年前悄悄下水 由于精豚祖先率先下水 他们无法抢到生态制高位 只能趁着两棲精内灭绝的空荡 在海洋边缘暴暴碎碎 虽然后续的打拼让他们成功坐稳了海洋猎手第二梯队 但是军王踏前容不得他人装死酣水 猥琐偷发育的海豹时常会被神装大佬意味先飞 中层生物的使命就是用自己的肉体去收集那些大佬不屑一顾的小鱼 生活在极地的虎精也会集体合作 他们会利用水流把冰面上的骑脚类强行推下水 流氓本身就非常可怕 更可怕的是他们还有着碾压众生的智慧 北大西洋一型虎精同样也会捕杀骑脚类 为此这些猥琐的小可怜只能尽量减少下水 但是南半球的A型虎精并不想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他们已经可怕的学会了水路两极作战 并且他们还会言传身教把这个战术传给孩子 狩猎之余他们也会把海豹幼崽抓来当成玩具 等他们完够之后还会非常仁慈地将幼崽放归 大佬的生活总是那么的无聊且乏味 为此他们也会再吃饭之余消遣一下可怜的海龟 因为吃得太饱又没有作业可做 时间什么的浪费再多也是没有所谓 相比来说 南半球的C型D型和北半球的G流型就比较仁慈 人们认为他们是完全的鱼食主义者 相比于捕猎海兽 人们不会对没有感情的鱼类投入过多的感情 说来他们数大的体型吃这些鸡毛小鱼 这种感觉非常类似于人类在刻挂字 可能他们就是虎精中的素食主义者 宁愿一颗到底也不想去制造无端的杀罪 甚至他们还会和食兽虎精的猎物一起玩耍 如果被食兽类发现一定会觉得这些大熊猫非常奇怪 虎精的每一个族群都有自己的语言以及文化 他们彼此语言不通并且不会对外通婚 常见虎精小群由石头上下组成 而群体数量最多的则是神秘的远阳形 他们一个种群的数量可以达到50头 由于生活在远离海岸的开阔海域 人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 从牙齿的磨损程度推测 他们应该是以皮肤粗糙的鲨鱼为主食 后续则发现了他们经常会不是睡鲨蓝鲨和扁头和纳� 也会吃一些雍蝶鼠的硬骨鱼 现代鲨鱼从侏罗纪开始便已经出现在大海 不能说是一统天下 好歹也是纵横大海几一载 而它们当中体性最大的大白鲨更是走上了鱼生巅峰 流线型的身体让它们有更快的速度 而一口猙獰的力尺更是让它们无往无利 不过凡事只怕 但是其便是如此一个完美的杀戮机器 在虎精面前它们仍然是个弟弟 洛杉矶和澳洲的虎精 都有捕食大白鲨的记录 它们会使出野蛮冲撞把鲨鱼撞翻 从而让其大脑短路 至此它们只能乖乖献出自己的肝脏 谁叫它们只是一条逆着洋流顾着游泳的鱼 虽然大白鲨的脑袋很小 只有35克 但是过地的智商仍然阻止不了它们拥有恐惧 以至大白鲨被杀死后 附近大白会立刻闻风跑路 更有甚者会逃到千里之外 只为了躲避那些黑白相间的凶恶海怪 除了这些虎精也会捕捉带有毒刺的软骨鱼 相比来说它们要比鲨鱼更加危险 不过这也难不倒聪明的虎精 它们会挑那些深处开阔水域的刺宫下口 只需要非常短暂的作案时间 它们便能轻松地让敌人毙命 捕捉刺宫的方法和鲨鱼类似 它们的有机电脑都存在着相同的bug 一旦被盗着它们就会大量释放血清素来消除恐惧 而副作用就是它们将完全丧失对外界的感知 虎精不仅强大而且富有爱心 它们会慷慨地和同伴一起分享美食 可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这个物种才会如此繁盛 自然筛选似乎更加轻碍于拥有裂开行为的物种 曾经有一头叫做戴安的虎精 被虾龙的绳子锁住了尾巴 它自己无法挣脱 并且已经被困了五个多小时 而它的族人并没有舍弃同伴 而是用头顶着戴安的身体 尽量防止它溺斃 这种举动不仅暖心 也是它们拥有智慧的最好证明 直到被人类发现后 才阻止了这场可能发生的悲剧 除此之外 另一个能威胁到虎精的东西便是搁浅 人们还无法判断金屯搁浅的具体原因 总之大多数情况下搁浅的金屯都必死无疑 被搁浅的虎精会如同一个受伤的小猫咪 虽然它会呼唤同伴 但是家人对此也是无能为力 如果搁浅太久 它们的身体和内脏都会不堪重负 这个时候能拯救它们的 也只有平行净化了几千万年的另一个物种 虽然同为地球上的智慧生物 但是灵活的手臂让这两个物种 拉开了巨大差距 历史上有许多虎精帮助人类的传说 而人类帮助虎精的故事 应该也会在它们的族群中被广为传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